齐总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是二人世界 之后呢 结婚 或者我们想更长远地发展的时候 才可能涉及到双方的家人 或者更多的朋友 但恰恰 你们现在就是在二人世界里面 掺杂了太多别人 女孩没听到 喜欢她身上那个优点 反而是说 你想说的是那种更多的关注 而男生呢 既然是二人世界 哪来那么多暧昧的人呢 就如同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对你有意思 喜欢你 你是心知肚明的 否则不可能说 你有了女朋友之后 能不能不要把我删掉 你当然应该删掉她 如果说她不问这句话 你可以不删她 但她问了 你一定要删掉她 因为你知道她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反而呢 你不将心比心 当这个外向的女孩 是你喜欢的 她可能有多了一些异性朋友 并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 你心里不舒服 但你有没有想到 当你跟那个女孩 那么暧昧的动作 你的女朋友 能不能心里踏实呢 一样是不能的 所以你们甭管是 不由自主的 还是人为的 把你们的二人世界里 参加了太多的别人 一定会乱的 其实在很多的感情基础 很深厚的人面前 其实一些 所谓异性朋友多一点 偶尔有一些外人的介入 其实她是不会在意的 因为她相信对方 有信任在 而你们没有 没有反而有那么多杂质 进来的话 你们的爱情就不纯了 最关键的 其实是在于男生 如果说你能够和那个女孩 一刀两断 甭管有还是没有 跟她不再往来 也许会有好的发展 已经一刀两断了 还有 你跟你的亲戚朋友们 既然你知道这个女孩 其实喜欢你 或者说 对于她来说 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在意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对她的感受的话 拜托你能不能不要跟别的人 说太多她的不好 你说她的不好 其实对于你自己 自己来说是件好事吗 只能证明了你内心的 潜质地是说 我对这份感情是有意义的 是有怀疑的 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说如果你针对 对女孩好的话 专心专意 过好你们的二人世界 就这样 好